關心疫情的最新消息 雙北市疫情嚴重 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 就在臉書發文 指出臺北市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重症的病患已經爆量 有需要呼吸器的病患 因為加護病房都已經滿了 所以只能在普通的病房來治療 臺北市醫療量能超載 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收治 總共65床病患 有24床需要使用呼吸器 其中3床使用呼吸器的個案 因為加護病房量能已滿 只能夠在普通病房繼續治療 急診在最嚴重的時候 曾經有14床確診 但卻沒有辦法住院 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指出 仁愛院區的醫護人員 量能已經達到非常危急的程度 可以受過足夠的急重症 足夠的就是呼吸衰竭的病人 照顧經驗下 就被推上戰場 那這對於醫護人員來說 當然是非常非常大的精神壓力 還有實際上的負擔 工會指出仁愛院區 從確診爆量首日到現在 醫護人員 從五位擴增到62位 但裡頭只有八位護理師 具有呼吸器照顧的足夠經驗 不管人力或呼吸器數量 都嚴重不足 也是雙北許多醫院 甚至未來全臺各層級醫院的縮影 但臺北市衛生局 在各家醫院備員或支援的方案裡面 居然沒有把北市聯誼 列在上面 因此工會感到非常不解 工會呼籲 衛生局應該評估 狹下各醫療院所的量能 建立統一的轉送機制 將病患送往在急診 待床時間最短的醫院 如此一來也能夠降低確診個案 在急診群聚所帶來的感染風險 避免再將龐大壓力 交由已經疲憊不堪的醫護來負擔 記者朱鋒之中健剛綜合報導 國內的疫情持續援峻 臺北市長柯文哲就形容 戰火已經燒進來 而在今天上午臺北市政府 就先進行四級警戒 擴大管制的兵棋推演 柯文哲認為擴大管制 在停課的部分很容易 但是停班停工就必須要審慎 同時也要考慮 北北基桃是不是都適用 另外還有消息傳出 新北市將在禮拜二來封城 新北市長侯友宜就說 升四級警戒是中央的權限 時隔一年 北市府再度進行兵推 有鑑於北市本土確診數 累計超過兩千五百人 危機就迫在眼前 市長柯文哲要把累計 一年的防疫經驗加進來 找出所有可能發生的問題 檢討盡進 就證明你們想像那麼簡單 因為封城以後停課最容易 停辦就難了 要停工這就不得了 那有點就是說 我們這個演習要思考說 如果要擴大到北北基桃的時候 沒有 它到底適用不適用 柯文哲認為這兩週以來是震撼教育 雖然目前疫情看起來呈現穩定 但也不能放鬆 就擔心疫情反撲會應變不及 這一次的兵推演練涵蓋十大議題 包括擴大交通管制 民生物資配給 醫療量能補充 弱勢民眾關懷等等 新北市也針對八個高風險熱區 完成了實戰演練 接下來會擴及全市二十九區 不過傳出新北市將在下週二封城 市長侯友宜指出 升四級是中央的權限 地方要做好準備 所以新北市從去年到今年不斷在調整步伐 希望在整個中央下令以後 我們都做好了準備 不過中和的疫情仍然持續擴大 中和分局證實兩名警員染疫 包括交通分隊使用的派出所 還有警車等等 都在第一時間進行清銷 中和分局指出 還會再進行第二次消毒 並且安排全部一百多名遠景 進行快篩 來看最新的疫情消息 今天本土病例增加兩百六十六例 同時也校正回歸本土案例八十九例 新增加十一例的死亡個案 一起來看指揮中心稍早的記者會說明 那我們今天總共有三百五十五例 那國內我們講新增的是兩百六十六例 那校正回歸了八十九例 所以總共是三百五十五例 那沒有境外移入的 那整體來講 整個的發病日到採檢日 5月十三到5月二十九 年齡也是未滿五歲到九十多歲 那整個這個三百五十五例裡面 新北市一百九十三例 那台北市八十五例 桃園市二十四例 苗栗縣台中四 彰化縣各九例 七龍市八例 花蓮縣六例 南投 南投四例加以三例 那其他在廉江 台東 宜蘭 新竹 高雄各一例 那總共有十一例的死亡 到現在目前為止 總共死亡的 是一百一十 那近來有大家在在這個疫情緊張的時候 當然PPE的消耗都會很快 PPE消耗會很快 那我們現在我們給中央地方 醫療院所的醫用平面口罩 N95口罩隔離以及防護衣 都於四千九百萬件 但是有時候 萬一在醫療院所 若有緊急需要 那本來是跟衛生局來聯繫 那如果有時候大家衛生局在忙 或聯繫衛果 那也可以直接跟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聯絡 那我們會即時的來供應 會即時來供應 因為這裡面在社區篩檢 在目前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 能夠即時把病人找出來 現在是目前的一個工作的重點 但是篩檢單的設置上面 我們大概會以區域的個案宿 確診者的足跡熱區 等升取力較高的地區 來設置我們的篩檢站 那相關以確診者 以確診個案相關的接觸史 活動史之無症狀的民眾 為主要的篩檢對象 而且為了保持我們這個 重度 重度 重度急急救醫院責任醫院的收治量能 社區篩檢站是設置 請考量於社區健康中心或其他非重度 急急急救責任醫院的 設置為主 通風良好的場所 相關的設置的規定 我們有定理 各地方政府社區篩檢站設置指引 基本上在這個篩檢站裡面 盡量不要設設在我們重度 重度急的急救醫院 因為本來重度急的急救醫院 本身的醫院自己需要篩檢 還有一些急診的病患 確診的病患等等的 他的量能當然是很吃緊 那如果再把兩邊的混在一起 那恐怕也增加 一些院內感染的風險 互相感染 交叉感染的風險 所以今天我們在 在急醫院 這種重度急救責任醫院以外 通風良好的地區來設立 那我們在設備的費用 我們一站會補助20萬元 那每一案 每一案就每採檢一案 所以包括他的掛號採檢 通報的費用每一案是500元 那人員的費用 醫師 每四小時一班是6000元 護理師或其他醫師人員 3500元一班 那每班也是4小時 那清潔 行政清潔人員 每人每日 2000元 那以這樣的一個 補助的費用標準 那希望大家能夠比較沒有後顧之憂 那即時的來把篩檢站設立起來 那整體這段時間 不管是從校正回歸的這樣來看 那進來校正回歸的數目 也堅持在降低 也在堅持在降低 那換句話說整個我們在這個 我們的檢測 跟我們在申報上面 也漸漸地會跟 跟上來 現在加上健保 健保的一個申報的系統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禮拜 能夠用健保的這樣的一個申報 即時的系統來取代 原來的這樣的一個通報系統 那當然陽性的 還是要直接來跟我們做通報 不過整體我們將來這裡 會把這個病人能夠掌握得更迅速 更迅速 更好 依照剛剛的疫情說明會 陳時中表示 近來校正回歸的數目逐漸降低 檢測和申報速度逐漸跟上 加上健保申報系統 希望本週用健保申報 即時系統取代原本的申報系統 最新的疫情消息 請鎖定公視新聞